咱们其实可以把这个现象呢 简单给大伙展开一下 凡是在驾校学习过的 你一定都有这样类似的体会 一个是驾校垄断了这个市场之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学车的费用死贵死贵 尤其最近这一两年 比方说考试一严格了通过率低了 驾校说我成本上升了 得多收钱 现在上海 你比方说你要是考一个车本 到驾校学习的费用 经常是一万元左右 甚至超过一万元 有的什么VIP 可能都一万五一万六 这价格都有 那么北京呢 七八千八九千是常事 很多的二三线城市 说五千六千 也是驾长面包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驾校垄断了这考试 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就是多长时间的一万元 这里的话 以后的两个人都一人而言 这个时间到 快点不需要有VIP的 有VIP是吧 我们也知道垄断 它一定会垄断这个价格的 它最终会在这上获利的 所以咱们现在学车的成本比过去高了很多 有的甚至一个月没到呢 你报名就涨了一千块钱 很多人为啥着急报名 先报上名吧 要不然过一阵又涨了 所以事实上驾校垄断 带来了不合理的价格 就它没有竞争 就这几家垄断了 你学也得学 不学也得学 所以说这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事实上滋生了驾校到车管所之间的 这个腐败的一链条 你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到驾校里去 所以这个小的考试 你这就得给教练 弄点好处 你说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 够不够 你要多少 我问周农 我问周农 你是不是这样 先先先先 先说六月 这要是正阵 我叫六月之间 我要走人 然配了行吗 这就三千 你看够不够 行我走了 行我走了 行 再差一包 一两只 两只我现在 小满六月之间 行吗 行 就说他见实 我们走人 给冷过了行的 咋开我给冷过了行的 行吗 我帮你一下夹着困到就变了 就肯定能搞好 对 我肯定搞好 当时累积你知道多少钱 一万 学费之外的 两三千块 一千七百块 考学都花了一万四五 就是你报考数了 我们在教练那报数了 不给你报考 给人给钱了才跟你预约考数 大家都想考好 都想先考试 就是先安排谁啊 后安排谁啊 这就是里面就是 有教练来自己安排 90%人都教了 很少很少有人没教 对于这些事情 大家都心跳不全默认了 你看前不久 在广东湛江审判的一个案子 就是湛江的几家车管所 在考驾照过程当中 2008年到2012年四年间 这个考试的39名考官 总共收受了 2100万人民币的贿赂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2015年4月15日 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的宣判 引起媒体关注 据查 在2008年至2012年间 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 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 红包合计达2100多万元 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 例如装考100元 录考300元等等 只要有考生上场 考官每天都有钱收 而这些钱 要么由教练直接放在考官车里 要么请考官吃饭时送上 少则几百元 多则几千元 根据通过的文数 按照这个钱规则的这个标准 教练在考官的车里面 或者是跟考官吃饭的时候 教一个考官 咱们每一个在驾校学过车的朋友 你好好想想 你碰不碰到过这种现象 其实你送到驾校教练呢 驾校那头可能还有很多钱 还得送到车管所呢 因为他们是垄断了你驾考的整个资格 所以出现这种权力群租腐败现象 那就不言自明了 还有一个负贷的现象 他垄断这事他就哼啊 他在哪儿呀 你华山 你和铁得插一下 你看小组一哥为他依赖的都是 就说明可以走 你看这个地区要走 谁哼出来走 哪个地方呢 你看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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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你这道理 麻烦 你都看到 打人了 我还送过去 明明咱们花着钱 花着高价 到驾校学车 这是咱们是消费者 他给咱服务的 你看给咱服务这个横劲啊 所以我刚才说的几个现象 受着气 送着礼 价格还死贵的 这都是什么造成的 就我前面说的 驾考合一造成的 这个市场是被垄断的 所以眼下呢 这次这个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办 他召开这个主任做谈会 就是针对这个现象 哎 做出了有针对性错